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 刚好我现在也要走那个方向 我可以跟你一合 天哪 怎么这么巧 刚好我妹妹也是一年三班的 我来带你过去好了 那个人是谁啊 她好像穿幼史国中的校服哎 我第一次看到小梅子笑得这么害羞 下次不要慌慌张张的 要记得收好 知道了吗 好 不过哥其实不来也没关系 因为妹妹说会借给我 哇 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 妹妹就是我妹妹 这样啊 看来我真的问对人了 我常常听我弟提起你 听说你每次都会借他用具 没有啦 我只是做朋友该做的事嘛 我现在也该回去了 改天有空到我家来玩吧 姐姐 人家只邀请我这么多人去也太那个了 这是什么话啊 她是在我们所有人面前说的耶 小梅子说的对 你要听姐姐的话 小梅子 长了老半天 说好要去我家怎么会在这里 去你家 搞什么 不是说好要一起做分组作业吗 对啊 可是糟糕了 我们今天有别的事要吗 什么嘛 明明是他们先约我们都不是吗 到底忙着做什么啊 他们说要去昨天那个帅学长的家里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们今天收到巧克力棒了吗 我妈妈送给我一剪香哦 妈妈送的巧克力棒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真是幼稚 什么巧克力棒结 小孩子才会注重那种结日 米芝 早安 小梅子 那个是 你也准备巧克力棒了 什么 唉 其实这只是 送给平时要感谢的人 一份小小的心意而已 平时要感谢的人 我也准备了一个 不知道这样她会不会误会 我打算下课之后送给她 下课之后吗 你知道吗 小梅子跟米芝还有女神带来的巧克力棒 全都送给谁了吗 听说送给那个英俊的学长了 你说什么 我朋友的哥哥跟那个学长在同一班 那个学长是学校篮球秀队 长得英俊又是体育健将耶 在他们学校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她那种长相根本谈不上是英俊 虽然是篮球选手 但是她的身高也不够高 那不是那个学长吗 跑啊 这怎么可能 这么早就找叶毛了 同学们 不好意思 可以把球丢过来吗 好 谢谢 对了 同学们 你们喜不喜欢吃饼干 因为我平时不常吃饼干 你们是国小学生 应该很喜欢吃饼干吧 国小学生又不是小孩 我们不喜欢吃饼干 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送的 她的名字好像是小梅子 我忍无可忍了 我会让你知道我比你的条件要好多了 等着瞧吧 我一定会变得比你还要帅 请问教练 想要快点长高要做什么运动 可是 你是国小学生吧 你这个年纪这样也不算矮啊 这种程度还不够 请告诉我会长高的运动 对成长有帮助的运动当然很多 像是跨篮赛跑 是一种可以同时跳跃跟跑步的运动 常常做伸展运动也很有效 请问你说的是哪一种伸展运动 怎么回事 你什么时候开始来这里的 今天开始怎么样 你少管闲事 你们两个是朋友啊 这样的话更好 跟一个人埋头苦练比起来 两个人一起做会更有效果 这些是我好不容易跟田径队队长借来的 是吗 我也拜托我爸帮忙 好不容易借来了这个 哦 只靠平凡的运动是斗不过那种强敌的 要抱着赢过马就能赢过学长的心态 拼命往前奔跑 然后再帮我们俩一样 我只是额能赢过马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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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赢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长高了0.5公分 我今天也凉了 我长高了0.6公分 小梅子 明智 你们两个这个周末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看电影 我刚好有免费的票 电影 可是这个周末我们有别的计划 好啊 一起去吧 那我负责买爆米花 我们还是先配合他们吧 我猜他们家里 最近应该发生了不好的事 这真的一擦就会出现效果吗 听说只要几天就会有效果了 你要什么时候擦呢 今天晚上就要 你呢 我来这里之前已经擦了很多 那好吧 过几天我们再来比较一下 各位同学早 没有人迟到吧 允熙跟陈勋还没有来上学 允熙跟陈勋都还没来吗 他们两个从来都没有迟到过呀 哦 该怎么办才好啊 校长 我打电话去他们家 说两个人一大清早就出去了 万一发生什么意外 那该怎么办 你在哪里 陈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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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怎么可能 今天早上因为没看到陈勋少爷 我还以为自己走去学校了 陈勋跟陈勋两个人都没来学校 请问你有没有什么线索呢 啊 我突然想起来了 前几天我在公园里 看到少爷拿了什么东西给陈勋 奇怪 这是什么 这个是 不过 叔叔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呀 这个用掉了一整瓶 那他们能去的只有一个地方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才好 我们现在在这里 等天黑了我们再出去想办法 少爷 呃 陈勋 陈勋 呃 那是什么 呃 呃 呃 不可以 不要干 不可以 少爷 里面很危险 呃 你们两个 呃 呃 呃 熊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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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